来传播善知识跟正念 他就是一种文化的慧名 那各位在我们的佛教徒就称为布施 那我们今天就叫法布施 信基督的人就叫奉献 那各位简称为利他行 所以永远记住 一个人的价值 他取决于他对社会 对人类的贡献 他是选择了利己还是利他 体现了一个人品德跟境界 决定了一个人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所以利他而生利己 无我而成为大我 所以很多人问我 这个世界上最为大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我都告诉他们叫利他文化 你到底为别人创造了多少价值 你就会有多大的价值 所以七月长青之意 我们称为我们称为利他之心 我有一次到西藏的布达拉宫 看到活佛的墙壁上 有这四句话 我感觉特别的棒 我就把它翻译过来 也送给我们献上的所有尊贵的家人 他说呀 人的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是知主 最殊胜的功德是利他 最精美的装饰是薄鞋 最真诚的友谊是布弃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永远记住 要成就你的未来 自私自利的人是不容易的